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这次是给大家带来的DTSCUB的线下赛的决赛 那么对上OS对Rivens Rivens是之前的MVT 那么Rivens这个队伍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 就是Angelo他们队伍 那么他们最近也是非常的强势 因为也是吸引了新队员 我们看一下Rivens他们Many 加RivensMystic 那么这场比赛也是线下赛 但是还是配的OP 我们看一下阵容 阵容对面是 宙斯SFSK 那Maniac阵容SK 这边是CMPOM船长ES Wallock熊猫 熊猫 那么这边我们看这样一个阵容 就是缺乏远程 那么最后是拿了一个TK 好的 我们也是把闲血打开 那么这场比赛我来讲说明一下啊 这OS这个队伍呢 他们也是一匹黑马 他们是哈萨克斯坦一个队伍 那么里面也有一个 看起来非常非常华裔的主力啊 那这个是谁我先不透露了 我们看下这场比赛 这个叫 这个是我们就说山寨Many 但是他叫Yama Yama 怎么读啊 YamaMoto 这个叫I Love Kids 这个叫 也是很山寨 这个叫YMD山寨Many 他就是我说的非常华裔 看起来非常华裔的一位选手 可能也是Many是他的偶像吧 因为这个队伍也是之前从来没有出面过 Stock Cat 好了我们看下这个分路 左边是船长 ES POM CM这样一些小分队先手 兵 兵后手的一堆技能可以甩 下路是让TK去单 让TK下单 我们看啊 遇到了插眼的SK 没有人赶过来 这遇到了可能真的就遗血了 但这四个人 我觉得去哪一路拿一些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这边是恢复服 那拿不拿意义也不是很大 啊 拿不拿意义也不是很大 啊 中路是 SF NJ 也是要用那种 特别是要操作的英雄 比如说像SF 比如像POM 他的SF我还有点印象啊 之前好像用过一两次 但是不是特别的多 我们看中路是POM跟ES 对SF 这边是CM加船长 CM船长走一路的比赛还是比较少的 这边利用POM的射程来点SF 下来的话TK一个人面对熊猫 VLOG两个人 这个他们俩还是压不死TK 只要TK能把线控到塔附近 只要不要出打出打的话 肯定要被VLOG隔射程来点 哎 这个牛的站位很不理想 这样就要被点了 被多拍 还好SF先去攻低 攻高的话 你这个血绝对不是掉这么点了 那VLOG也是尽可能的不要扛兵 只要绕过兵的仇恨值来点TK VLOG完全是可以 这边绕过来 我们看SK戳起 冰柱SK 再A一下 再点 那宙斯也是在点CM CM回点一下 双方现象对抗非常激烈 因为我们线下赛就是这样子啊 线上赛就好很多 因为线上赛一个有延迟的问题啊 你让每个主机都 每个人都感觉很黄金 是不可能的 这边这个E主要是为了 打着一个miss啊 方便 不要对面反补那么顺利 这边牛跟POM也是没有把SF 血压到多少 SF还是 抽空就点点他们俩 好的三级就出头了 有三级头起码能够 有一定的爆发力来打他们俩了 引个引压 钢道3 再点一下 Yes 下落这边是 熊猫 熊猫 我看左边 这边又是把SKB走 那这场比赛呢也是 很 可能应该是有视频直播的 但是我没有看啊 因为DTS的视频直播应该也是第一次搞 所以可能而且大家也听不懂 是吧 还是留着看RQ的解说吧 这边这个反补了 反补到一个天灾的兵 现在放 哪上一口 我看沃浪这个位置是不拉 只拉对远程兵收换了 竞争兵是吸不到的 那么兵的球园范围大概是这么远 对于我的鼠标 这么远啊 这么远啊 你知道还这么远距离 那个近战兵就不理你了 这边刻了一个篮在后面 那这边他们的TK也是很大压力啊 要对沃浪这条线 船长这边寡意到 然后被人C住 CM点SK SK护甲比 宙斯要低一点啊 所以是非常好点 这边踩一脚 牛过来去打 沃浪可 那么熊猫二级只有啊 没三级 三级的话 二级踩的话 笑肯定不一样 这边牛跟沃浪对点 那沃浪可因为也是没有三 我要这个牛 我们看到 这叫Style Cat的 牛这样追我了肯定是不现实的 吃开一个树 继续来跟着走 上了一位牛离开了 啊 这边这个 First Blood 是船长 这边顶 顶死 还不错 啊 没有亏太多 那因为是在死后得这个钱 所以实际上这个钱 还是能够百分百得到的 你如果是杀鞭之前得的钱 你这个 不过钱你死掉了比较 这边又是两个配合 牛的这个游组非常的犀利啊 他的蓝也非常多 我印象中好 已经夯了三下在下路 但很多人前进这个牛的F是不升满的 这边钱浩兰 啊 级别低就要风度不要伤害 你有这样打的牛 但是可能不是很主流 我们说一个人家里都有他一个人的理由 他不是闲着弹腾去加的 啊 他肯定是能收拾他一点一二三的啊 再追着拍 我这 我们知道熊猫这个彩费蓝非常的少 是几个踩的技能里面 费蓝最少的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很多人我这个口头肠 口头肠要改啊 不能说好了继续来看比赛啊 要换一个或者是不要口头肠了 这个一个人如果没有口头肠就没有特点了啊 对不对 熊猫也出了一回五 下路又是两个人在夹 但是只是hit 还没有踩上 左边也是拼射机的POM也有走回来 空到上的隐身符 但是这两个人还是 如果你的剑能射到啊 剑能射到的话 最好当然肯定是cm先冰倒 好了 后手剑 sk要戳 我们看cm的血量 一个c没死 点点 漂亮POM这两件很关键啊 因为POM是一个攻击前腰非常出色的远程 当然我们说前腰出色不代表可以适合打DPS啊 他的后腰不太出色 虽然我们说攻速低高后腰会减少 但是POM这个后腰还是限制着他一定程度上作为DPS 你看电过那个后腰 多帅气是吧 完全零后腰 这个补边我们看 好一个f又拿到一个兵 反补1正补1 那也是我看这两天 不好意思刚才撞着麦克了 如果让大家耳朵受伤了我也是道歉 这两天这个叶叶博克他也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NBA 就是说DANTA能不能像NBA那样来统计 统计这个球员 选手效率 这边射也是射他又兵 那么我看了看他的统计模型啊 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 为什么呢 他里面一个是算金钱 一个是算补刀 一个是算那个 一个算金钱一个是算补刀 一个是算杀人数各方面的 首先就是说金钱和杀人数 跟补刀都是直接联系的 那么如果其他参与统计 金钱就不该参与统计了 对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NBA他的回合 他是你攻一次我攻一次 这样的一个回合 但DANTA不是这样 DANTA可能是一个 呃 好这边一个F一个E 这个导弹炸的是近处的 但是近处这个熊猫也不代表可以很安稳的走 我们看沃拉浩克 这边E一下A一下倒的漂亮 熊猫也在走牛再往前追 牛的蓝还够一个F 因为有CM光寒支持 刚才可能轻车也是一小部分原因 下路直接是让TK打 下路也是给了TK很多打线空间了 因为也是牛的游走非常 非常好的作用在了这个沃拉浩克身上 那熊猫想压TK还是比较难度 因为你没蓝手你压不住 沃拉浩克也不压 沃拉浩克一直点你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当然他是 他是没有回合制的这个概念 所以可能双方的机会是完全不均等的 NBA你投进一个球 你就可以让别人投了 都他不一样 还有点就是说 TK的比赛长度